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欢迎来到Top最娱乐 闪光 张碧晨产假仅两个月 张楚称胡与同胡总 小李反应亮了 闪光的乐队开播 张碧晨和杨成林合唱千年之恋 实在觉得他歌声惊艳 人又美又瘦 想起带球跑事件指他到国偷偷生女后 小编更是好奇他产后恢复了多长时间 身材居然保持得这么好 据张碧晨自己说是19年2月份生的宝宝 18年11.12以后就没有他出席活动的形成了 很有可能是这个时候运8个月行动不便 这也与他告知的生宝宝时间吻合 直到19年4.1参加长沙节目的录制 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2月出生宝宝 他也只有两个月的产假 而付诸之后紧接着一个月跑了三个城市 期间还要忍受场后各种不适 看他参加节目从来都是比较关照别人 总是一副过得还不错的样子 仿佛自己从没遇到过困难 大家有没有觉得他真的很坚强 不管结果如何 人们评价如何 他真的做到了想就去做 做了就勇于独自承担后果 想要的和热爱的 他一样也没错过 张楚摇滚鼻祖因为即歌词比较慢 总是打乱三个人排练的进度 所以间接增加了三人的工作量 即使在上台20小时之前 他还是唱歌会慢三个字 然而细心的胡雨彤发现 他用的贝斯很重 于是拜托朋友连夜 为他送来一把贝斯 小李也在赶往节目的路上安慰他 歌词太难记了 一向比较沉默的张楚也因此笑了 说谢谢你 胡总 上图我们可以看见 小李就像自己被表扬了一样 开心的像个孩子 自己很信任的人被偶像认可 小李是打心眼里开心啊 两人不仅很照顾张楚的风格 选的是张楚适合的歌曲 演唱的时候也有在不断的包容老师的错误 对他们来说 输赢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曾经和老师组过乐队 就已经很满足了 随着节目不断进行 能感觉到这俩小孩非常尊重张楚 火车驶向云外 梦安魂与九霄中张楚有一段独唱 原唱这段是没有鼓声的 胡总为了帮助张楚跟上节拍 所以将这段加上了自己的鼓声 和张楚老师一起演奏这段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听一听 下面就是张楚版的这段和原版 原版是崔子健这段歌声将要结束之后起鼓声 而张楚版的鼓声是伴随全程的 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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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